各位朋友大家好 很多人问我说 在越南外国人到底能够买几间房 为什么有越南的有人告诉他说 外国人只能买一间房呢 今天我就要来为各位打破这一个迷思 欢迎来到孙姐开讲频道 记得帮我按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哦 我们最近全新推出越南房产三分钟的一个专辑 也就是把越南房产投资相关的一些很多的观念 把它用三分钟的时间在你一集视频中 来为各位清楚的说明 这样可以让大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就可以逐步了解越南房产 以及如何选房的一些秘诀 很多朋友问我说 当他们要来越南买房的时候 他问了在越南很久的一个台商 经营很久的台商 那到底是外国人可以买几间呢 那这个台商告诉他 我怎么听说外国人在越南只能买一间房 所以这个投资人呢 他就很困惑 因为他听我的视频 他知道可以买很多间 可是为什么在越南当地经营很久的台商 买一间公寓 然后呢买的时候必须要有赞助证 那这一间公寓呢 只能够自住 不能够拿去做出租 而且当这个外国人他离境 离开越南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把这个房屋卖出 所以很多在越南经营很久的一个台商 当你问他说 外国人能不能买房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你说 我听说外国人好像只能够买一间 原因就是因为他所了解的是2015年7月1号以前的旧法 但是在2015年7月1号以后呢 越南推出了越南房屋法的新法 那这个时候呢就大幅开放外国人可以购买的范围 外国人可以购买的标的呢 不只是一间 可以买数十间甚至数百间 不需要赞助证也能够买 人只要能够到越南就能买 不需要自住哦 我可以买来全部做投资出租 这个都是可以的 而且呢 我离境的时候并没有要求说 我要强制的卖出 所以在2015年7月1号以后呢 整个房屋法呢 都是用新法来做实施哦 好 那为什么会有2015年7月1号的新版房屋法呢 主要就是在07年到15年的时候 因为越南受全球次贷风暴的影响 景气呈现大幅的衰退 尤其是不动产业 那在2012年的时候呢 越南的成交量呢 房屋的成交量降到新低 很多的不动产公司都破产 那许多的这个不动产经济呢 还有建设的人员呢 人员也都失业了 那市场上出现了许多盖到一半的烂尾楼 对市融的影响相当大 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政府会推出新版房屋法的原因哦 今天所讲的视频内容都是节路自我的新书 投资越南房产五年退休不是梦 所以如果您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 投资越南房产的武林秘籍 欢迎订阅我的新书 那这本书呢 有电子版 还有实体版 有简体版 跟繁体字版 那如何订购 在以下的描述栏都有详细的说明 欢迎大家订阅此书 谢谢